现在社会的夫妻特别是80后90后的小夫妻 基本双方白天都要上班 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 只有晚上下班回家后 才是属于夫妻双方自己的时间 那么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增加双方的感情深度呢 一 化眉 花胡子 思维知己者始 女为悦己者容 古人许多诗词就是描绘化眉这种闺房之乐的 比如懒己化额眉 弄妆梳洗瓷 妆霸低声问夫婿 化眉深浅 入食无误等 老公如果偶尔给老婆化个眉 即使水平不到家 化得不好看 相信老婆也不会责怪你 反而会更加依恋你的 类似的是 如果老婆帮老公刮胡子的话 即使刮成个大花脸 相信老公也会出去吹牛说 这是老婆特意帮我设计的 二 一起洗澡 夫妻双方睡觉之前一起洗澡 学的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你帮我洗个头 我帮你戳个背 双方之间的情意 就在这些琐碎的动作之中慢慢加深 三 制造小惊喜 男女双方步入婚姻殿堂之后 爱情会慢慢转为相互依偎的亲情 相互之间的激情也会慢慢淡去 这时候偶尔会给对方一个小惊喜 小浪漫是提升夫妻感情和生活质量的不二法门 比如老公可以提前下班 买个小礼物 做一顿可口的晚餐 点上蜡烛 等老婆下班 给她一个小惊喜 老婆偶尔也可以洗澡后换上一套情趣内衣 给辛苦工作一天的老公 来个不一样的夜晚 四 拥抱 拥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又常常会被我们忽略 夫妻双方除了做爱时需要拥抱彼此 其实事后一个深情的拥抱也是极好的 另外我们平时上班出门时候相互拥抱一下 可以给对方一天的好心情 让对方能更好地面对工作的压力 五 亲吻 亲吻是爱人之间表达爱意最直间最普遍的方式 不管是影视剧还是想说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时候一个吻生活千言万语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吻 亲亲一个吻 也许就能消除一些小矛盾 让生活更和谐